2020年以来,多种澳大利亚商品对华出口受阻,其中就包括澳洲葡萄酒。 2020年11月28日,中国商务部裁定原产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存在清销,宣布采用保证金形式对原产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实施临时反清销措施,各公司保证金比率为107.1%至212.1%不等。 同年12月10日,我国再次宣布,对原产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对各供应商加收6.3%至6.4%不等的费用。 在中国的两次出手下,澳洲葡萄酒基本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对华出口暴跌95%,为此该国的葡萄酒生产商不得不另寻出路,寻找可以替代中国买家的新合作伙伴。 据澳洲财经见闻1月3日报道,随着新一年的到来,澳洲葡萄酒生产商似乎已放弃挽回中国市场,将目光转向美国和英国。 这两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第二、第三大出口市场。 尽管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商对寻找中国的替代市场信心满满,实际上却没那么简单。 一方面,美国市场的需求规模远不及中国,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一整年,澳洲对美出口葡萄酒总额只有4.32亿澳元,不及对华出口葡萄酒总额的一半。 截至2020年9月的12个月里,澳洲葡萄酒出口总额达29.98亿澳元,其中对华出口总额为11.7亿澳元,占比达39%。 另一方面,美国葡萄酒市场竞争力大,澳葡萄酒在美国市场不仅要面对美国本土品牌,还要与其他葡萄酒生产国的产品竞争。 英国的情况也与美国类似,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 再截至2020年6月的12个月里,澳对英出口的葡萄酒总额仅为3.38亿澳元,不及对华出口的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英国消费者同样更倾向于当地的葡萄酒产品。 另外,一直以来,澳洲葡萄酒在美英市场卖的最好的都是便宜的散装葡萄酒,而在中国市场卖的最好的则是精装或高档葡萄酒。 要把原本在中国市场售卖的高价酒销售到其他市场,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洲葡萄酒的对华出口受阻之后,其他国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接手中国市场。 目前,法国南非都有意向中国出口更多葡萄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进口葡萄酒的替代供应来源已有着落,而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替代市场却还没有苗头。 如果找不到替代中国的市场,不知道澳大利亚政府该如何弥补相关从业人员的损失。